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一赫行动计划八项举措推进中飞合作 第一就是要建立中飞应对气候变化的伙伴关系 对非洲原件 太阳能 沼气 小水电等100个清洁能源项目 第二个就是启动中飞科技伙伴计划 实施100个科技示范项目 接收100名非洲博士后来华 第三是增加非洲融资能力 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 设立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免除截至2009年底对华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第四是扩大对非产品的开放市场 逐步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 2010年年内首先对60%的产品实施免关税 第五就是加强农业合作 农业示范中心增至20个派遣50个农业技术组 培训2000名农业技术人才 第六是深化医疗卫生合作 为非洲培养3000名医护人员 第七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 援助50所中非友好学校 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 奖学金名额将增至5500名 为非洲培训人才总计达2万名 第八就是扩大人文交流 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等等 特别人您看这八项措施 我注意到一个特点 就是跟三年前2006年 北京峰会上提出的这个措施 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量化 每一个措施都有一个数字的量化指标 那么这是不是依然体现了 原来胡锦涛主席在北京峰会上提出的 八项措施的那个务实的这个精神在里面 的确如此 因为务实把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打造成一个务实的一个合作论坛 始终是这个我们的基地目标 就是不是避免这种空盘俱乐部 这种现存的有很多这种国际原废机制 现在都是流于空盘 或者是这个承诺不能兑现 所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务实的风格 从那个八项底措理还能看到 那么除了延续原来已有的 比如说减债 那么还有扩大这个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就是从一些就是力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强了 但是其他还有很多新的料点 是以前不曾提到过的 你比如说第一条 那么就是应对气候变化 因为现在就是不仅仅是中国非洲 那么其他的发达国家也好 那么其他北欧国家尤其是一些叫导国 太平洋的导国都面临